记者王定传新北报道 80岁王姓老翁被控于95年间与中国籍业性妇人假结婚被起诉 王翁原本否认犯刑 申理时改口坦诚自己是人头 不过新北帝任何一庭认为 王翁可能是因子女反对 为顾及家庭和协财改口 且两人虽未同住 却有往来与一般假结婚不同 令王翁此年纪结婚意义与年轻时不同 不能以年老就推认是假结婚 判决无罪 据查王翁被控透过尤信夫妻介绍 于95年间前往中国福建与年约60岁的叶妇结婚 王业及尤信夫妻等四人被检警怀疑是假结婚而起诉 不过尤妻便称他与叶妇是好朋友 因叶妇与前夫离婚后 才介绍两人认识并非假结婚 王翁原本也否认犯刑 法院准备程序时还坚称 两人是真结婚 只是没有住在一起 他当初只是想帮助叶妇 但进入审理时 他又改口说自己是人头 不过和疫情调查 王叶在中国曾同住多日 一同出游 叶妇来台后 仍保持电话联系 王翁虽年事已高却多次搭公车 与业妇见面 十岁且两人均育有子 女当时婚姻对两人的意义 已与年轻时不同 并不得因此反推 就是假结婚 判决无罪